輸錢皆因贏錢起 你曾經贏過錢 所以你會很希望有信心 就可以在事情中贏更多錢 所以亦都令自己輸了錢 黎諾伊近年戲劇表演相當亮眼 演活了不少經典角色 最近跟憑攀音節目《人氣急升》 疫情打亂了不少人的生活 幸好黎諾伊自小學會積穀房機 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對我來說是 應花就要花 而且一定要有儲錢的習慣 這是很重要 當你其實無論遇到甚麼困境的時間 就當現在疫情 萬一真的這麼不幸 我也相信有一堆人是比較不幸 可能沒甚麼工作 如果你之前有儲錢的習慣 起碼生活沒有那麼慌 我也覺得不應該太省 有些人是儲錢儲得很省 我又不是很省 應花就得花 但是一定要有儲錢的習慣 不可以先花未來錢 雖然我從小到大 都不是一個太過富裕的家庭出生 但我從來都沒有欠人錢 沒有欠人錢 也沒有拖過卡 也沒有借錢借過錢 可能你現在問我借錢 我也不知道怎樣借 我是沒有借過錢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輸就輸了自己的就行了 不要企圖借輸 如果不是越滾越大的雪球 反而就是量力而為 我經常說投資 就是量力而為 一定有儲錢的習慣 雖然黎諾爾近年在投資上 有不少斬禍 但是年輕的時候 他亦試過在股票市場 損失近七位數字 年輕的時候 最慘痛的時候 都僅僅百萬 因為那時 年輕的時候 都喜歡用最少的錢 去賺最多的錢 那時都是 很流行的消息股和先股 可能是 起司買回來 可能升到一元兩元 亦都是一件事 就是那些叫做 輸錢 皆因贏錢起 你曾經贏過錢 所以你會很希望 去有信心 就可以在那件事裡 可以贏更多錢 所以亦都令到自己輸了錢 但是 幸好那次的輸 是都入獄的 不過是 未至於去到要借 要成 反而就令到自己 醒覺 就是有些東西 就是你要去學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每個地方都可以賺到錢 是你對那件事的認知有多少 你認知得越多 你就可以賺錢的能力越高 黎諾爾之後 開始學習投資知識 態度逆漸吹謹慎 不過 她第一次買樓 竟然比太太 比如來買錯一樣 我曾經何時和太太 即是現在的太太 去行山 有一次去到元朗 咦 很漂亮 這個位置 然後有一個突然間 好像拍戲一樣 有個經紀走過來 是啊 這裡會建六座樓的 我就說 咦很漂亮 我看過景 我很喜歡 然後問她多少錢 開了價錢 然後我還跟太太說 如果她願意便宜 多少呢 10%給我們 我們立即買 誰知這個人好像買菜一樣 好 就這樣決定 然後我太太回來 說你好像在買菜一樣 買樓的 但是那裡我真的覺得很喜歡 那麼 自此就買了 那時候更流行的 叫做樓花 即是未興建的 樓花 那時候只需要給10%的首期 買了 然後當她興建一層樓的時候 就給10% 然後拿了滿意子的時候 就給10% 即是總共30% 其實那時候我都算過是OK的 就算你給30%我都覺得OK的 但是很慶幸地 就是去到第二期的時候 當房子蓋完了 我老婆站了上去的時候 她突然說 咦 原來我們後面有一些 叫做山墳 其實很遠的 她很不喜歡 然後我老婆說 不如買出去吧 又真的好像拍戲一樣 有一個人又在旁邊 我要買 然後那一次就是 我覺得 沒有怎樣做過事的情況下 就賺了起碼一半以上 賣出元朗單位之後 黎諾爾一直跟家人租樓主 根直言自己負擔不起香港的樓價 沒有打算在香港置業 反而對海外的樓市比較感興趣 非常喜歡看海外的物業 也會投資在海外的物業 只是說回報率而已 譬如你在澳洲買層樓 可能回報有五厘、六厘 那為什麼不在澳洲買 這些錢也會扔下去呢 我會買一些外國樓 還有可能有機會 我再買樓的時間 可能會買一些我自己會 過去住到、玩到的地方 就是可能日本、澳洲